你总说,时间过得很快,我们转眼间就成了大人,忙着工作,忙着赶路,忙着追梦,曾经幻想着把事情做完,与喧闹的生活做一次告别。 其实你知道的,人可以快得慌乱诗歌,也可以慢得精致,从容。 阅读的意义不在于先后,多少,它是一种找寻自我的仪式。 慢下来,参开一本书沉浸在字里行间的安宁里,当我们给阅读以款待,它也会还我们以风声。 生活越快,阅读向慢,掌阅,万千好书,更新快,看书,上掌阅APP。